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20世纪著名的现象学哲学家 胡萨尔的哲学思想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现象学还原的方法 胡萨尔现象学的口号是回到事情本身 那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个口号呢? 因为胡萨尔认为之前的传统哲学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尤其是主刻二元论和现象和本质的二元论 我们总是站到主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 这样是不对的 胡萨尔认为为什么不回到主刻之前 回到了个不带任何主观偏见的意识领域去认识世界呢? 所以胡萨尔提出了回到事情本身 或者说回到事物本身 就是要回到纯粹的意识领域去发现世界的本质 而胡萨尔的现象学就是一种方法 就是要避免我们陷入主刻二元对立 现象和本质对立这种思维去理解世界 还原到事情最初始的意识中呈现的样子 还原的方法具体来说有三个 玄制判断 本质还原和鲜艳还原 那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玄制判断 有个地方翻译为歌制判断 它也可以说是后两种还原方法的基本原则和前提 关于玄制判断首先说明两点 那第一点是这个方法也称之为加括号法 是什么意思呢? 括号其实是数学用语 这和胡萨尔是学习数学的是有关系的 他还是以数学论文拿到博士学位的 把东西放进括号里面 也就是说括号里面部分 我们先不考虑暂时放一边 也就是先玄制判断 先不做判断 那第二点是玄制判断的口号 其实是胡萨尔借用了古希腊哲学家 也是怀疑主义哲学家皮浪的思想 在之前我们也讲过 古希腊哲学里面在后苏格拉底时代 有一个思想流派就是怀疑主义 而皮浪就是怀疑主义的代表哲学家 玄制判断就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皮浪的玄制判断有两个出发点 一方面玄制判断是为了陷入主观的错误判断中 那另一方面玄制判断也是对绝对真理的一种怀疑态度 我们都知道我们认识世界 其实很难避免主观情绪和视角的干扰 我们的意识当然也很难做到绝对的纯粹 你可以仔细审视你的每一个观点 甚至每一句话 甚至我们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 更不要说不受任何情绪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了 尤其是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 面对同一件事各种观点和信息铺天盖地而来 我们很难分辨事情的真相 观点越来越多而真相越来越难看到 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苦恼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 世界本来是没有真相 是我们创造了真相 好吧我们还是回到胡塞尔哲学 胡塞尔借用了皮浪的玄制判断的理念 提出了回到事情本身 也就是回到纯粹的 没有偏见的 不带主观情绪色彩的意识领域 去寻找不以任何条件为前提的 可靠的认识基础 胡塞尔说 在认识批判的开端 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 最后还是人自身的自我 以及所有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 都必须打上可疑性的标记 它们的存在 它们的有效性 始终都被搁置起来 那具体来说 是怎么搁置的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历史的括号法 对历史的知识进行搁置 或者说对过去的经验知识进行搁置 这种方法其实是源自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精神 笛卡尔在《方法论》这本书里面说 要获得真正可靠的确定的真理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先否定和清空一切 然后再重新审视一个个思想和观念 但是在否定和质疑一切的时候 我们唯一不能否认的就是正在否认这个主体 因为你不能认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正在否认和怀疑 因此有了那句 我思故我在 就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正在怀疑思维的存在 所以胡塞尔其实也是类似的 他将过去所有的知识都悬置起来 不做任何的评价 这是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 那第二种方法是存在的括号法 就是对当前的外部世界的知识进行搁置 那这里的知识其实包括所有的当下的感性认知 胡塞尔说对自然世界是否存在 也要先放一边搁置起来 当然胡塞尔并不是否认真实世界的存在 而是说要使纯粹意识不受自然世界自然科学的影响 就像胡塞尔说的 我并非像一个诡辩者一样要否定这个世界 我并非像一个怀疑论者一样要否定它的事实性的存在 我使用的是现象学的搁置 使我完全隔绝于时空事实性存在的判断 因此我排除了一切与自然世界相关的科学 所以玄置判断的态度也是一种绝对中立的态度 一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我们先将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 以及过往的历史经验知识都先放一边 而当这些直接和间接的知识 以及不太纯粹的要素都被搁置起来之后 剩下的就是纯粹的意识和纯粹的现象了 好了今天我们介绍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的一种方法 或者说一种基本的原则 那就是玄置判断或者说搁置判断 那这种方法继承了西方的怀疑主义精神 但和传统的怀疑主义又有点不同 那胡塞尔只是为了避免任何主观的片面的因素 影响到了纯粹意识中的事物的呈现 所以其实也体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口号 回到事情本身 事情或者是事物本身是存在的 只是我们要回到纯粹意识里去认识它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那接下来我会继续分享更多胡塞尔的哲学思想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小包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